大家好 这里是九区园艺 一个位于种植区九壁的园艺频道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株盛开的红梅吧 它的名字叫做Prunus Mune Kolbe 简称Kolbe 在我的所有的红梅中呢 Kolbe的花期呢是最晚的 其他的红梅已经都凋零了落光了 可是它呢现在正是它旺盛的时候 满枝条都是它的花 Kolbe呢这株红梅呢 实际上呢是一株深粉色的梅花 我们走近看它的时候呢 它的花形是虫瓣的 有大小有十美分硬币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花须呢是白色 有点像刷子 它不是放射型的 所以呢它看它的花心呢也有些泛白色 所以它看起来还是蛮美的 非常的特别 是双色的感觉 Kolbe的话呢它很茂盛 我们通过看它的花枝可以发现 红梅呢它的啄花和辣梅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在心脂上 绽放开 而且一处处的非常的热闹 这株Kolbe呢 我买来的时候 是一个quarter大小的 枝干并不粗 但是经过两年呢 它已经长在了五家轮的盆里面了 高度呢也差不多有接近两米了 长势很强了 比起我另外一株朱砂来 那是非常强势的长势了 红梅花呢 它在养护上呢 也是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 像我这个位置呢 有早上的阳光和下午的阳光 总共有差不多六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在浇水上呢 因为前段时间的冬季的风雨 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管理的 如果呢冬季呢是干燥的地方 那么可以拎着盆感觉一下 假如那个盆已经很轻了 就需要浇浇水 浇呢就是见干见湿的浇 在生长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浇一次水 施肥呢是差不多半个月 浇一次肥 但灵甲均衡的肥 到了夏季和秋季的时候呢 就是花芽分化的时候 那么呢就需要浇一些 灵甲肥比较多的肥料了 促进开花和花芽分化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呢 红梅花它花落了之后呢 要注意修剪 这一点呢和蜡梅呢 是非常相似的 有着相同的灼花特点 大家可以参照我蜡梅修剪的视频 来对红梅呢进行修理 基本上呢就是要确定自己的主干 植株的主干 找出它的株形来 然后一级主干呢确定之后呢 二级主干呢修剪 促进它的新枝萌发 如果想要更细致的造型呢 还可以对它进行掐尖这样子的处理 如果没有时间呢 就比如说我这颗红梅吧 基本上没有跟踪它 没有进行掐尖过 那么它的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新枝条 整个枝条上呢 都是布满了花朵的 而且很高大 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 站着就可以欣赏到它的 美丽的花旗的样子 我这株红梅呢 基本上是跟着我另外三颗红梅 一起种植的 便于方便管理吧 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 红梅抠拜 希望对于爱好红梅的朋友们呢 在养护上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